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最近在华盛顿一所大学里为当地儿童举办了一场迷你奥运会 由于2012奥运将在伦敦举行 来访的英国首相夫人萨曼莎·卡麦隆也自然提供了支持 这个活动让米歇尔有机会提倡她Let's Move项目 这个活动呼吁儿童要适当运动 健康饮食 米歇尔奥巴马还宣布他将率领美国总统代表团前往今年的伦敦奥运 当米歇尔和卡麦隆在活动现场参观时 米歇尔忍不住和小朋友打起网球 奥运会和残障奥运会的运动员都在现场 四次金牌得主丽莎·莱斯利也在帮着教小朋友打篮球 我认为和小朋友在一起只要能启发他们 我们多关注他们就可以了 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 他们则从我身上学到要不停地练习 不停投篮 以及绝不放弃 丹恩·欧布莱恩赢得1996年的奥运田径十项全能运动竞赛 他提醒小朋友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赢得金牌 但最重要的是要尽力而为 他说他心里知道小朋友们都喜欢运动 你常听到小孩子坐在家里玩电动或玩电脑 但你知道吗 今天这些小孩想起来动一动 他们想活动 还是有很多小孩是这个样子的 克莱门在伊拉克失去了一条腿 两年后 他成为全国短跑冠军 他也是第一位符合全国残障奥运资格的伊拉克战争退役军人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小孩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和保持运动 等他们长大以后 他们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健康问题 五年级的弗劳尔斯说 他从中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如果我下定决心 我就什么都能做到 麦科米克也是五年级 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大家团队合作 而且能运动 这天活动结束前 小朋友的努力换来奖牌的鼓励 五年级的比亚翠斯说 他也有个讯息要带回去给他的同学 美光花筒 电视报道 美光花筒 电视报道